在库尔火车站 每小时都会有两到三班 前往莱克斯的黄色邮政大巴 只需47分钟便可抵达 莱克斯代表了由弗里姆斯、莱克斯 和法莱拉三个城镇组成的阿尔卑斯度假区 位于瑞士东部的格劳宾登州 莱克斯延时度假村 被瑞士旅游联合会授予 家庭目的地的质量认证 是家庭出行和亲自活动的理想场所 整个园区就像一个大型的运动乐园 滑板、滑板车、自行车 吸引着前来的大小朋友 延时公寓室酒店系列 因其经典独特的立方体造型 早已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 墙体表面灰黑色的石英盐 取材于当地 房间以原木为主要色调 温馨惬意 舒适而现代 卧房有多人床位 特别适合结队而来的朋友 沙发上方的架子板 放下来就变成了一张双人床 设计十分巧妙 主题公寓酒店 一切设计都符合最高的能源效率标准 来了莱克斯 岂能错过周边著名的景点 树顶漫步道 名为龙道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木质空中站道 长1.5公里 入口处的塔形建筑 结合了电梯、楼梯和滑梯 走在沾道上 就像鸟儿一样在树林里飞翔 索尼荣山 海拔2263米 莱克斯星河公园 海拔2252米 有滑板、绳索、蹦床和跑酷等自由项目 在冬季 莱克斯是阿尔卑斯山领先的自由式度假圣地 世界最大的U型滑雪槽就在这里 莱因河峡谷 有成瑞士大峡谷 站在楼燕观景台上 您可以俯视大峡谷的壮观全景 400米深 13公里长 是徒步、皮滑艇、漂流运动的理想地 驱回的莱因河道令人称奇 悬崖断壁 大开大河 树木绝处逢生 在莱克斯 无论是森林徒步 或是骑山地车 您都不要错过一处绝世的美景 烤马湖 海拔约一千米 水最深处三十米 在夏季 这里也可以划船和游泳 云开雾散 沐浴万丈阳光 此时此刻 瑞士格劳滨登州 莱克斯高原的美景 唯我独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